张阳一昨天对你那样是什么感觉 就是当众又哭又闹又吵的 什么感觉 我跟他说我已经真的心里了 我很感谢他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不用做那么多 我觉得我跟他在818房间跟他说 那你到了什么关系 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真的 我觉得他也蛮 你跟张阳什么关系 我知道跟张阳 就是说他还蛮关心我的 昨天那样我都感动了 我都不知道分不清真假 反正肯那样做就很感动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他真喜欢你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跟他讲 就是说特别在818房间 我说就是真的我心灵 大家就是自己就是做好自己 明天不管谁走 都还是反正也过了三个礼拜 至少就是说再三个礼拜 时间每天24小时 很少有这样机会去了解一个人 或者是跟一个人 spend那么多时间在一起 所以还是有感情的 就没关系 我说不管是谁 你昨天说了一句话很伤人 但是爱我你就不会这样做 他都快哭了楼下楼 但是我觉得他就没有 怎么说呢就是说 真的没意思 我觉得大家就做好自己就行 不管是谁走 你觉得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I don't know 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们昨天女生晚上有聊很晚 聊到四点 都不知道他今天要干嘛 就可能会拿刀之类的 把自己说话 但是我实际上不知道 但是 今晚不知道有没有八一八 有八一八 你们就知道 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他留下来的话 还可能 如果你走 他应该会跪在地上 把你大腿一抱说 不行不行 让我走 让我走 不行 像这次你留下来之类的 他可能就是 不过其实你前几天也是在怀疑吗 我就怀疑啊 我不知道所以 我们女生都觉得有点顾 我们男生其实也讲过 我们三个人就是跟金永勤 跟张四番也是有点顾 因为就是 不明白哪来的 就是说也不是不明白哪来的 就是说你说过一两次 真的 我们都跟他讲过 就是心里的 就是在那 就是稍微做自己就行的 没关系的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说有一点疑问 几个点就是可能是 他会找不到那个camera 他找得到好吗